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在昨天录的过程当中 两次又险些 又被吊 吊在这个这个地上啊 吊在桌子上被摔了 所以我今天在想啊 怎么处理它 那有些网友就说把它给扔了吧 那已经是坏了的 是吧 第二个呢 还有一些网友就说 我感觉非常的伤心 I'll set for you 哈 那么这里头呢 我呢 就会想一下 这里头是有寓意的 任何的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这个瑜伽的这个雕像跟着我 可能有十年了吧 快有十年了 啊 看 还是特别的舒服的哈 然后 嗯 我昨天它断了的时候 我就在想哈 它本身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也不是特别的 说是有什么特殊的样子哈 但是对我来讲呢 它是有很深的寓意的 所以我今天就决定怎么样了哈 把它给粘好 用这个Crazy Glue Crazy Glue 看一下哈 这个Crazy Glue Crazy Glue 哈 给它粘一下 看 它这样子躺下了 也是挺什么的 悠闲的 你看 它这样子躺下了 也是挺什么的 悠闲的 你看 什么姿势 它都舒舒服服的 所以说呢 我昨天考虑把它给扔掉的过程中哈 那我今天考虑呢 我是先不要急着把它给扔掉 要把它给 怎么样呢 抬掉这个 Gate es你 外面的 Bat队 舒服 Cys 我会把它粘上 用Groozy glue把它粘上 好的 我会用这个Creezy glue粘上 所以我会用这个Creezy glue 去粘上 好的 这样就非常好了 那它已经是完美 对我来说 因为残缺也是美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 不能因为残缺了 我们就把它给扔掉 对于我来讲 因为它是有意义的 我准备把它给放哪里呢 我准备把它放在诊所 放在诊所 摆在那里 来一个病人 我就跟他讲一讲 病人来的时候 去到诊所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讲 这个维纳斯女神的故事 看 只要心在 只要姿态在 只要生活的态度在 我们都还可以继续享受 我们的生命 所以呢 身体的残疾 不代表心灵的残疾 而且呢 不代表事情有残缺了 我们就要把它给摒弃 就要把它抛弃掉 这个呢 是对我来讲 是很有意义的 对我自身来讲呢 有意义 对我的病人 我想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种警示 也是一种 怎么说呢 一种提示吧 有的人不能够接受 自己的不完美 所以整天生活在这种 后悔 埋怨 和失望 和遗憾当中 那么对于我来说 是这样子 我和我病人怎么沟通的 第一个 这个断了的胳膊 我们是不能改变的 那么它不完美 我们要接受它 对于不能够改变的事情 我们要接受它 你快乐地接受 也是接受 你不快乐地接受 它也是客观存在 不能因为你不喜欢 它就不存在了 是吧 所以与其 已经有缺憾了 然后不高兴 不开心 在原有缺憾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一层浓浓的阴云 它不会使你的生活 变得更好 只能变得更悲伤 这是不可以改变的事实 所以说 与其悲伤地接受它 不如开心地接受它 那么在开心地接受的同时 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什么 可以改变的是 我们依然保有对生活的激情 依然保有对生活的态度 然后积极地去改变 我们能改变的 那么看 同时 还有这样的一个姿势 始终保持这样的 昂扬的一个态度 所以呢 我就决定不把它给扔掉 放在诊所 鼓励自己 鼓励我的病人 让他们看到 生命的缺憾 是一直存在的 生命的缺憾 是一个必然 但是灵魂的残缺 会导致 生命的质量的下降 身体的残缺 不会导致 生命质量的下降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可以按动旁边的小铃铛 点赞 分享 希望我这支小小的视频 给您带去 生活不一样的感受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